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扣緩的認識篇 今天會主要介紹三種 我們常見的扣緩來給大家認識 以及說我們這些扣緩呢 到底有什麼功用 以及它要用在哪些的場合 那這些扣緩呢 它有一些特殊的工具 我們才能夠去使用它 那這裡也會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是用什麼樣的工具 是用在哪裡 那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認識它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來介紹第一種 是軸心用的扣緩 那這個呢軸用扣緩的話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C扣緩 那這個C扣緩呢 是我們最常見的扣緩之一 那這裡呢 它會用在哪裡呢 我們從它的外型 就可以大概知道 它會運用在軸心上面 那這邊呢 直接示意給各位看一下 那一般呢 它會固定在軸心上面 所以呢 我們的軸心呢 我們在軸的地方的外徑呢 會車掉一點點的 溝槽進去 然後呢 讓這個C扣緩呢 運用這個溝槽卡住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運用工具 把這個地方的C型的地方 給它撐開 然後放進我們扣緩裡面 所以呢 C扣緩最主要是運用在軸裡面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的軸必須要車掉一個溝 那我們的C扣緩才能夠 扣進去固定住 那這裡各位可能會好奇說 我們什麼場合會運用到這樣子呢 那其實呢 我們最直接的就是 我們最常見的是固定軸程 那軸程的話 一般我們在軸心的地方 這裡會做一個階級 這邊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軸程呢 會在這一端被固定 那另一端呢 我們一般如果要固定它的話 會有幾種方式 我們有可能在新軸做車牙的動作 用AN螺帽把它固定 那這裡如果有興趣的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有AN螺帽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了解 以及軸程的認識篇 我們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那這裡呢 如果我們要用更簡單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用C扣緩 那C扣緩的話 我們用起來的話 它的這個空間呢 就會非常的狹小 我們不用太厚的地方 而且我們在製程上也會比較輕鬆 只需要車掉一點勾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了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扣緩 一樣是軸用的 那這裡呢 它有一個別名叫做E-Core 那為什麼它是E-Core呢 我們從畫面上來看 像這個樣子 它的形狀看起來有點像英文字母的E 所以呢它有一個別名叫做E-Core 那E-Core呢它的用途 其實跟上一個單元的C扣緩是很類似的 它是運用在軸上面 所以我們的軸呢 一樣它是有吹一個勾 那吹一個勾之後呢 運用這個E-Core給它固定住 那我們如果要固定軸程 或是其他元件呢 就會被這個E-Core給擋住 軸向的地方 它就不會作動 那這裡呢 差別在於說 我們底下的地方呢 是沒有像C-Core有兩個洞可以去使用 那當然 它這個E-Core一樣 它是有特殊的工具 可以去把它開合的 那這邊如果你沒有用特殊工具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從 左的外進這邊呢 直接壓入也OK的 那我們要退出來 一樣從這個地方給它擠壓 它一樣會退出來的 那這邊呢 我們在E-Core可能比較少看到 它的運用方式也是一樣的 那E-Core有時候呢 我們在軸心非常小的時候 可能會運用到 因為我們如果非常小的軸心 我們可能找不到合適的C-Core 這時候我們可能會運用到E-Core 那這邊呢 我們就來尋找一下 那你在身邊有看到哪一些東西呢 是有E-Core的呢 那這邊給大家兩個方向 有一些3D列印機呢 它就是使用E-Core在它的軸心上面 或者是一些小馬達 小馬達的地方 你仔細看 有些地方也是用E-Core的喔 那這邊讓大家去認識跟了解一下喔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孔用Core 那孔用Core呢 它有一個別名叫做R-Core 那R-Core可能各位呢 是比較少聽到這個名稱 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呢 會叫它孔用的C-Core 那我就差別在於說 跟我們前面第一個單元所講解的 左用C-Core呢 做一個區別 那它的用法呢 其實跟左用C-Core是很類似的 那所以孔用C-Core呢 一樣是運用在孔內側 那差別在於說 它這裡呢 孔的地方 它的伸縮呢 會跟左用是相反過來的 那關於這個細節呢 留在後面的 扣緩工具呢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所以 我們在孔用C-Core它的用處呢 其實跟 左用C-Core是非常類似的 一樣我們要限制 軸向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什麼呢 一樣是 軸層 所以我們的軸層呢 它會放在孔裡面 那我們不希望軸層呢 有軸向的偏離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用到 R-Core這個零件呢 把它固定住 那固定完之後呢 就被限制住 我們的軸層 就不會掉出來 那一般我們會使用到 扣緩的話 我們的要求精度都不會太高 我們各位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軸層呢 它有一點點的軸向運動 會對於你整個結構 或是產品會 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不適合用扣緩 那這邊呢 留到總結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這邊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扣緩工具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扣緩工具呢 那我們如果各位有拿過C扣緩 E扣緩或是R扣緩的話 你可以用手把它拉拉看 想必是沒有辦法拉開了 完全是拉不動的 因為這一個呢 它是非常堅硬的 它是有一個彈性的 我們必須要有輔助的工具呢 我們才有辦法把它撐大 或是把它縮小 當然有一些E扣呢 是有辦法直接我們用工具 鐵錘或是手呢 可以敲入的 那這是例外的 那最主要我們最常見的是 C扣以及R扣 我們一般沒有辦法用其他工具 或是手呢 是直接的呢 能把它做個使用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一個工具 它叫做C扣錢 那C扣錢呢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我來介紹一個 走用的C扣錢 那我們呢 我們看到 大致上會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呢 是紙餅式的 那紙餅式的話 我們看到前端的開口呢 一開始它是密合的 密合的話 我們直接插入 這個C扣環之後 當我們的兩側的手柄 往下壓的時候呢 它前端的開口就會撐開 撐開的同時呢 會把C扣環撐大 撐大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入 我們的軸裡面 然後 再把C扣環放開之後 它就會 好像彈性一樣 又縮回去 它就會固定在這個軸性上面 用法是這樣 那另外兩種 一種是90度的 一種是 它是分離式的 可以組裝式的 用法都一樣 那個人在使用上的時候呢 會發現 有90度的呢 這個會比較好使用的 那這邊呢 我們的 R扣環 我們來看一下 R扣環的話 它一樣 它一樣叫C扣環 那它的使用方式呢 我們的 開口前端呢 我們就要選擇 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一樣它會有三種形式 紙秉式90度的 以及組合式的 那這邊呢 我們最常看到的呢 是紙秉式 像這樣子 所以它一開始呢 紙秉式的時候 一開始 它前端呢 必須要是分離的 所以我們看到分離的時候 我們把它插入 R扣環的洞裡面 然後我們各位注意一下 當我們兩側的把手 往下壓的時候 前端呢 它的開口就會密合 密合的同時呢 就會帶動這個R扣環 R扣環呢 它就會縮小 縮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入孔裡面 當我們放到 我們想要的位置之後 我們再把C扣環放開 放開的時候呢 它一樣像一個彈性體一樣 又會放大 放大的同時呢 它就會把這個地方撐開 然後它就會固定在 這個軸裡面 那這邊呢 其他的工具 一樣的道理 都是這樣的用法 那用起來呢 個人也是覺得 有90度的這個工具呢 會比較好使用 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可以用兩隻手 來輔助 一隻手呢 按壓著這個孔的地方 另一隻手呢 運用手柄來做撐開 或是縮小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會比較適合 輔助我們把這個扣環呢 扣進我們想要的地方 再來我們可能 比較常看到的就是 像這一類的 依扣環的它的工具 一樣 一樣叫做吸扣錢 我們也可以找到 依扣專用的依扣錢 那依扣錢呢 前端呢 就是紙柄的 那紙柄的地方呢 一樣它是做撐開的動作 所以它的用途用起來呢 我們會覺得很像吸扣環 差別說 它前端呢 前端的固定的地方 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邊 一樣它是有紙柄式的 或是組合式的 那這邊用法 就跟吸扣環一樣 那這邊就沒有再講的比較仔細 那這邊呢 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用扣環的時候呢 對應的工具 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扣環認識篇 那這裡 扣環認識篇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扣環的裝備 那裝備 最主要我們就是要限制它的 軸向的自由度的運動 那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呢 是固定軸程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不一定是固定軸程 也許是一個滾動鍵 或者呢 是一個 是一個加工鍵 等等的 像這類的 我們想要固定它軸向的時候呢 我們就運用到這個扣環 那我們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們使用扣環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有個概念 它呢 它這邊的間隙 走向的間隙呢 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如果去了解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呢 它的寬度 我們必須呢 要把我們的走 或是孔的這個寬呢 要車大一點 那我們的扣環才能夠放進去 那這裡我們最常見的呢 就是會大個0.14 0.14呢 意思就是 大概是14條的意思 那14條呢 我們各位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是 軸層裝備的時候 有這個14條的間隙 對於你的結構 或是你的產品 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14條 我們用手呢 去移動的時候 是感覺的出來的 如果呢 它對於你 這14條對於你的 產品結構呢 是有影響的 那就會比較不適合 用這類的五金的固定物 你可能要用到 AN羅帽 消除所有的 軸向的間隙 那如果呢 你覺得 嗯 你的地方呢 是不會影響的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扣環 扣環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簡單 那相對我們的 結構呢 寬度會比較小 那我們要選擇 我們所需要的 假設呢 你需要你的軸層 固定的軸向的時候 是沒有背系的 是沒有移動的間隙的話 那就不適合用扣環 我們再怎麼使用 扣環 都還是會有間隙的 這邊 各位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在 車的時候 它所固定的 就是我們 最大會大到0.14 那當然 這是一個 我們比較常見的 有一些可能會再大一點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 確保的時候呢 我們用別的方式 用AN羅帽的方式呢 來固定軸層 會更好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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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